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術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這輪轉天是風濕骨痛 好辛苦 奶奶 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 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 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語力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袁醫生 你好 Hello Della 你好 大家好 袁醫生 最近社會上過去的大半年來 都一直持續發生了一些社會運動 在港大醫學院的醫學雜誌上面 亦都發表了一個為期十年的研究 分階段訪問到不同的十八歲以上居民 發覺在九月至十一日之間 香港的創傷後遺症和抑鬱症的患病率 是經歷了這個大型的災害之後 是突然飆升得很厲害的 在發現到 亦都有創傷後遺症和抑鬱症和抑鬱症 患病率 在九月至十一月 是增加接近32% 即是相等於 在香港740萬人口 其實不止這個數目 即是他講18歲以上 接近有190萬人 是患上這個病的 而在上一次大型的佔中 2015年3月之後 那時候只是大約只有5% 現在上升到32% 差不多六倍的問題 而很多市民 因為有了這個症狀之後 就不斷需要尋求舒緩醫療的服務 他們就服食了很多有關方面的精神科的藥物 情緒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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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阿爾斯密士症 以前就叫做老人癡癌症 但最近可能在醫學上發現到 其實患上這些症狀的人 不只是一些上了年紀的長者 甚至年青或者中年人都有發炎 所以近期把這個醫學名 改為腦退化症 聽上去這個問題都挺嚴重的 現在除了香港近年那半年的動亂 引起很多人的情緒不安 情緒焦慮之類 還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相信在報章上 很多媒體都有報道 就是所謂那些腦退化 以前我們叫做老人癡癌症 CNEL DIMENSIA 老人癡癌症 也有一種另外一個學名叫做Alzheimer 但是最近我們已經開始發現 因為普及的程度 不僅是影響年紀大 是年紀輕的人也越來越多 所以乾脆將這個名字 改為腦退化症 直接一點 好了 最近有一本很暢銷的書 《Awakening from Alzheimer's》 作者叫 Peggy Saling 他說這些腦退化症的起因 其實很多時候是西藥 很多時候是西藥做出來的 他說很多時候 有這類腦退化的病人去看醫生 醫生都開始懷疑 他們可能是西藥的副作用 第一次 將他的藥全部叫他甩掉 不要再吃西藥 很多時候奇蹟就出現了 他們的腦退化症 很快就康復了 好了 所以我跟大家這次討論 現在越來越多人見的腦退化症 腦退化症 其實有很多藥物 西藥的藥物會引發 其實最常見的藥物的原兇 就是一些焦慮症 情緒低落 失眠和PTSD 創傷後應激的障礙症 香港最近就變得更多了 而在美國 有1億人 是在吃這類的藥物 對付情緒病的藥物 大家可能都有機會看到這些藥物的名字 譬如有一個叫Actavan Lorocipan 也就是Actavan Diacapan Valiant 大家最常聽到 還有Alprocelam 就是Zenex 這些通常 在藥物資料中 就說明這些是短期用的 最多是一個很短的時間應用 但很多人差不多是數以月計 數以言計 但很多人少聽到 這些病患者 情緒病患者 好像就說 吃一個短期的藥物 多數他們一吃開之後 就不能停止 最主要為什麼 藥說明 只是用短期作用 但大部份人是長期吃下去 為什麼原因呢 就是這些藥物 其實全部是什麼 是自飆不自盤的 你吃它的時候 當時有些效 情緒方面 睡眠失眠的問題 那些焦慮的問題 情緒帶來是有幫助 但你一停 它就馬上回來 反彈回來 所以那些人 吃了這些藥物 是不會短期吃的 因為它不會治好你的 是 那你就看到 是長期來吃 往往就出現了 另一個問題 就是腦退化症 嗯 OK 好了 其實呢 比如藥物裡面 有一種藥物 叫做Benzodiazepine 叫做Benzodiazepine 叫做BZD 差不多是最常用的 用在治療抗抑鬱 抗焦雷 失眠的 這個藥物的作用 會影響我們腦裡面 有一個神經傳遞物質 叫做Gamma Aminobutyric Acid 就是GABA 就會令到我們感覺上 是增加我們一種荷爾蒙 叫做Dopamine Dopa Anha 那這種荷爾蒙 是令你感覺良好的 那GABA就會增加這些荷爾蒙 Dopamine 那種荷爾蒙 有一種減低你一種安神 減低情緒焦慮 以及是放鬆肌肉的作用 所以其實Gamma 就是增加Dopamine Dopamine 就是舒服藥 舒緩 肌肉整體整個放鬆 這樣 但問題呢 這隻Benzodiazepine 這隻藥物 不是說就這樣 黏在你腦裡面的 截書Gappa 就是GABA的神經線那裏 那裏 有一個研究 這個就叫做 《腦科學和行為》 那個評論 這個雜誌裏面說 它說 吃這隻BCD這隻藥物 會導致 長期會導致 記憶力喪失 甚至乎是失憶 記住 你的記憶力突然間差了 沒有了 甚至乎是長期失憶 他說 這些藥物的鎮定作用 是會干擾我們身體的 製造記憶力和記憶力的持久性 這個功能 更差一點 另外一個評論 在一本書上 在1997年已經有了 說這隻BCD這個藥物 會增加汽車失事率 是雙倍的 雙倍的 尤其是對那些 65歲以上的駕車人士 長期吃這些藥物 分量大是很危險的 就是增加它的駕車失事率 在研究裏面 發現這些藥物 會導致我們腦部的受傷 甚至乎令我們有一種溫溫等等 會產生頭暈 會跌 以及其他的意外 這真的很危險 對 你看到 為什麼很多時候老人家 會突然之間跌低 跌斷了寬關節 入醫院 很快 入醫院期間 感染了肺炎而過生 是常見的 為什麼老人家經常會跌呢 其實 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很多老人家 在吃這些藥物 這些藥物 還有會產生交通意外 研究裏面 最危險就是發現 這種藥物的長期應用 會大大增加腦退化 腦部障礙和所謂 老人癡癌症 那什麼叫做長期使用呢 就是長期使用 原來多過90日 就叫長期使用 就是任何人用這些藥物 如果你是用多過三個月 其實就是這些危險 是 另外有一個研究 就是向一個9000人 進行這個研究 那 他發現如果那些人 吃服食藥 是少過三個月 就OK的 沒有什麼大問題的 但是那些人吃服藥 吃三個到六個月的 他們增加的老人癡癌症 是增加了32% 那如果那些人 吃這個藥 BCD這個藥 是吃多過六個月 他的危機率 是增加了84% 哇 差不多 真的長期 即是說的是六個月半年以上 就差不多百分之百種 八十幾個巴仙 八十四個巴仙 你想一下 即是會增加了那麼多 所以有些人說 其實應該禁止 這種藥是不准長伏的 但是我認識了很多病 但很難 正如剛才所說的 那些情緒病的人 焦慮呀 他們睡不到覺 什麼 醫生一開了這些藥給他們 他們舒服了的時候 在他們那個安全的 舒服中 他們怎麼肯去放棄 怎麼會記得自己 吃了去到一天三個月 差一天六個月 而去放棄這個藥物 不自覺就會繼續吃下去 是的 所以你看到這個問題 是出現了 因為很多人是根本脫不住的 一吃新的藥 因為覺得很好 很舒服 很開心 表面的問題 焦慮問題 解決了 你一不吃就回頭 可能更差 那怎麼會停呢 沒錯 沒有啦 你繼續吃就繼續吃 就令我更加問題大的病 就是腦退化了 在2015年5月 另外有一個研究 有一個評論 他說 他研究了 十個裡面有九個研究 都顯示到這些藥物 用這些藥物的人 他們的老人之外 是會增加的 OK 尤其是長期應用 當然 實實在在的機制 都是在研究中 永遠都是這樣說的 但是足夠的資料搜索 一路看到 根本是不應該用這些藥物 即濫用這些藥物 另外一個研究的徹論 就說這種長期應用這些藥物 是可以說是一種 一個要公眾關注的問題 你不可以這樣就 OK了 不管他了 即是要限制住 他們西醫精神科 沒有其他工具的時候 你真的要很小心 要限制住那些病人 真的不可以 讓他們用多過九十天 他們就說 有個見證 如果用多過九十天 就要禁的 即是一種毒藥 就像一般的鴉片 可樂煙 要禁它 你不能夠用多過九十天 那怎麼辦 你有這個問題 你用這些藥物 很明顯表面是有效的 但是你脫不了 然後你的病就不會 結果好回來 你會製造另外一個問題 所以 怎樣去處理呢 一般來說 在我們經驗來說 你都不可以突然之間一停 因為它會反彈 它會發瘋 它會發瘋 睡不著睡 它當時都不會成功 所以這些問題 所謂的若癮的減低藥是很辛苦的 要做的話 其實都要慢慢地做 在我們的治療裏 我們遇過很多這類的病人 我們也想辦法解釋那個情況 它也知道 當然我們不希望病人 老人牽我才來 因為如果老人牽我來找我們 我們解釋它 它不會明白 家人也不會明白 也不會想去做 要家人去幫助 我們經常很強調 因為他們經常都問我們 我們醫療的成績是怎樣 他們經常不明白 要一個病人成功去處理他的問題 要符合四個基本條件 第一個條件 病人本身是要有信心 而且是堅決 是很有誠意 採取我們的治療方法 打康治療健康中心 供應的方法 來幫助他們 第二 家人也一定要幫助他們 家人 尤其我們的病人 多數都是嚴重的那些原蘭習性 很多時候病人單獨 已經失卻了自己的料理 照顧自己的能力 很需要家人從旁 輔助他 不可以反對他 製造很多雜音 第三 當然要有一個醫生 或者診所 有足夠的工具 處理這類問題 但最後也要病人 跟足治療程序 我們有很多工具 有很多理由 不能做 沒有時間 或者認為太貴 之類之類 如果你不去跟 怎樣好的方法 你都不會有效果 很多時候問我們 他說 我們經常都強調 其實我們只不過是 四個條件裏面的其中一個 我們佔一部分 佔一部分 四分之一 其他都要視乎 其他的條件都要配合 但這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好 我們這節時間都差不多 一會兒我們回來 繼續我們今天的自然療法 與你 我們今天的題目就是 腦退化症的原空之一 情緒藥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去大自然裡 我們除了鞋子 在草地行走下 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這裡這裡有很多的客人 就是買了回去家裡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 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的產品 可以在我們六創二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了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歡迎回來第二節 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我們今天的題目就是 腦退化症原空之一 情緒藥 如醫生在上一節 你就解釋過給我們聽 講一下研究報告裡面 就是有很多一些 因為情緒有些焦慮 那些問題的時候 那些人就用了那個 那個BCD那個藥物 而引起到 就是去到 因為長期的服用的時候 又引起到出現了 這個腦退化症那個問題 那當然 你很強硬性 強迫病人 不可以用多過90天的時候 他們需要可以做些什麼呢 有些都是這樣說的 減輕藥物的時候 每天都要做些運動 注意飲食 還有做些冥想這些 但實質在自然醫療的工具上面 我們會怎樣幫助病人 對 剛才 飲食 運動 很多人都會說 但還有些具體一點的 實質的其他自然醫療工具 在我們的自然醫療 打肯治療健康診所裡 我們都會有其他很多工具 其中一件事 我們發現 就是腸道的益菌 原來在最近的研究 其中在2011年有一個研究 是各國科學學會的研究 原來大腸的益菌和你的腦袋 大腸和你的腦袋是直接溝通的 他建議有一種益菌叫做 Lactobacillus rhammosis 即是其中一個常見的 一個很重要的益菌 會減低我們身體這些壓力有關的荷爾蒙 和情緒低落有關的行為 原來我們的腸裡面 有沒有足夠的好困 和大腸健不健康 就和我們的腦袋是很有關 所以你也看到 我們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我們在祖然是第一個 將滿腸水療引進香港 由香港去到其他的亞洲國家 很多我們的用者和病人 都發現了洗腸之後 有一個很簡單的感覺 就是他人很輕快 原來其實不是一個心理作用這麼簡單 是真正的 原來你腸裡面那個乾不乾淨的環境 是影響你的情緒的 所以我們第一件事 我們都會建議做洗腸 還有洗腸之後 我們通常都會服用益菌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我們都會發現 是油 是亞米加三油 那些吃的魚油 或者那些輪蝦 那些小的蝦油 Crew oil 譬如亞麻子油 這類的 這類的 都是很重要的 好了 還有一些坊間 有些人都會看到 用一種這樣的手法 跟針灸方面有關係 就是我們叫做 emotional freedom technique 其實有很多手法 主要是用打擊的手法 就是拍打的手法 打擊你身體不同的位置 它未必一定是穴位 是幫你釋放情緒 所以你可以看到 很多工具 太極 針灸 這方面 都可以用到 除了這些工具 我們都有用 我們那個叫做 貝福卡藥 因為貝福卡藥 是一位細菌學家 和同學療法的專家 早年在英國 尤其是Edward Barr 他發明了 用36種的花 產生36種不同的情緒 在坊間 很多人都會采用 因為貝福花藥很簡單 很多人都可以 在我們的健康店裡 買得到 有關的書籍也很多 我們過去 在《自然條法與你》 那個題目裡面 我都有講及過貝福花藥 我相信都有幾集 跟大家分享過貝福花藥 大家去溫一下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工具 除了營養方面 當然就是同類療法 同類療法的工具也很多 我也不想在這裡再重複 因為大家可以聽回我們以前說的 其中在322集裡面 我曾經有講過超女症的自然療法 或者有些其他 有講過情緒低落的自然療法 你可以找回過去的節目裡面 我們已經差不多了 近400多集了 我們有很多集了 你可以找回去聽 去了解我們怎樣處理 當然我們的診所 過去處理過很多很多 這些情緒的問題 所以遇到這些問題 因為是有選擇的 你不需要只是覺得 去用一些西藥的毒藥來處理 其實有很多自然的工具 是有效得來 是不會有這些 令到你老人痴愛的 這些副作用的了 最主要其實就是 大家在市民上面 或者我們的聽眾 不要想著說 出現了一些焦慮 一些情緒的問題 現在要去找一些精神科的藥物 去做一個處理 當然 剛才提到的一些另類 很多人經常都說 你做多些運動 飲食那方面 或者將那個 在臨睡之前的時候 都不要再去跟進 或者追趕那些很緊張的時事 或者看手機等 令到大家可以 在一個安靜點 寧靜點的環境之後 培養睡眠的好的質素 其實就是剛才提過的情況 我們都見過 我們有很多的 做完洗腸的病人 做完洗腸的客人 他們那個 模擬的腦筋是清醒一點的 你可以想事情 想得快一點的時候 就可以免除了 好像想不到事情 而令到有那個焦慮 一個循環的問題 一些東西在這方面 當然 最終的 如果大家真的想 徹底一點去解決 那個情緒的問題 我們都當然歡迎 來找阿元醫生 做一個好專業的診斷 一些東西可以 可以一直跟進下去 但是希望大家的聽眾 知道了一些情緒藥的時候 只是 是醫學上面 西醫方面 都是講的 是一個短期性 希望大家 不要覺得 好像舒服了 的時候 長期性的 這樣 好 我們今天的時間 都差不多了 好多謝阿元醫生 今天幫我們的分享 如果各位 有些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回答 以下的電話 跟阿元醫生做一個會診 電話號碼是 2577-3798 而在海外的定眾 也可以透過Skype 和阿元醫生 做一個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 搜尋自然療法語力 就可以聽回我們的節目 好 今天麻煩你阿元醫生 拜拜 好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